爸总给我一千万 要我陪他母亲上婆媳综艺洗白 而我婆婆是个十秒之内 能被黑粉盖一万层楼的影后 面对腥风血雨 我决定另辟蹊径 靠婆婆来帮婆婆洗白 综艺结束后 婆婆翻红爆火 网友热评 白手起家的人值得尊敬 白嘴起家的人才值得膜拜 1.和裴炎川协议结婚两年 我们一直相近如宾 可她最近突然说要给我一笔钱 条件是跟她的影后母亲 一起上一档婆媳综艺 来挽回一下 她影后快要跌到谷底的名声 我有些犹豫 要知道 我的婆婆苏怀双的路人员 堪称宇宙最差 十秒内能被黑粉盖一万层楼 我每次被黑出降的时候 看看她的主页 就觉得自己有被安慰到 毕竟相比之下 我的黑粉简直可爱的要命 让我帮她洗白 还不如让我代替她发布退圈声明 见我犹豫 裴炎川继续加码 八千万先打钱 我毫无骨气的答应了 八千万诶 我出道十年了都没赚到 如果有必要 我愿意牺牲自己 来成全我亲爱的婆婆 二 裴炎川动作很快 第二天就把我和影后婆婆 一起打包发射到了拍摄地 偌大的别墅客厅里 已经坐着两对婆媳 第一对是模特姜柔 和她的婆婆林岚 这对婆媳三天两头 闹矛盾上热搜 林岚控制欲强 不仅拍戏要随时跟在她儿子身边 就连新婚夜都得睡在两人中间 而且为了帮儿子维持热度 只要有综艺就拉着姜柔上 江湖人称挑是金 第二对是侍候温堂 和她婆婆李婷 这对跟姜柔完全是对照组 李婷作为圈内资深经纪人 有什么好资源都往温堂身上砸 就连她儿子都得靠边站 第三对就是我和我的影后婆婆 从进门开始 弹幕就开始爆炸 为啥要请苏怀霜啊 到胃口 苏怀霜现在是接不到戏 开始上综艺捞金了 是不是 这家人想红想疯了 是不是 这次要靠什么博眼球 说真的能跟她成为一家人 我对送生直接路转黑 无所谓 反正我的路人员 也不会因为不上这综艺而变好 三 节目的第一项活动 是带我们去逛街 每组分开行动 要送对方一个核心意的礼物 分开前 有十分钟的交流时间 姜柔有点卑微的看着她婆婆 妈 你想要什么 林兰阴阳怪气道 你少花点我儿子的钱 我就心满意足了 姜柔碰了的钉子 不再作声 而温堂轻轻热热的 挽着李婷的手臂 说要给她最好的礼物 我犹豫半赏 决定提前给我婆婆打个预防针 妈 你不需要太破费 你送什么我都喜欢 言下之意 就是我其实也没那么多钱 给她买昂贵的礼物 差不多就得了 婆婆点点头 那我怕你走弯路 直接告诉你我想要什么 行吗 这相当于直接给我通关答案了 我当然要答应 她冲着我黑黑一笑 妈觉得 A家新出的那款钻表挺精致的 要不你看 我挽住她的胳膊 一脸严肃 妈 像我这种普通人 是不带钻表的 但是像你就不一样了 钻表这种肤浅的东西 怎么配得上你高深的思想 婆婆愣了几秒 显然还没反应过来 我乘胜追击 所以说 不是我不给你买钻表 而是 她下意识接话 而是钻表配不上我 我一拍手 成了 那钻表680万 万一裴盐川不给我报销 我这十年就白干了 本来还在抨击 林兰和夸赞李廷的弹幕 暂停了一瞬 宋生好像是在 不确定 再看看 苏怀双真好意思啊 张口要这么贵的东西 贪得无厌的吸血鬼 我说宋生是真有点东西啊 第一次见苏怀双的眼神里 透着清澈的愚蠢 哈哈哈哈 死 到了商场我才知道 节目组哪里是 想要婆媳之间增进感情 他们根本就是 想要引起婆媳大战 每个人可支配金额 只有十块钱 偏偏这商场里 连瓶水都卖八块 姜柔捏着那张薄薄的纸币 满脸忧愁 这下好了 回去又要教训我 林兰热衷于从各个角度找茬 姜柔若是买昂贵的礼物 她定会说姜柔乱花钱 可要是买便宜的 她又会说 姜柔根本没将她这个婆婆放在心里 为了顺利完成任务 我开口道 我有个好地方能买到东西 去不去 姜柔二话不说就要跟着我走 温唐犹豫了几秒 我还是在逛逛吧 我点点头 五 我带着姜柔去了一个两元批发市场 她看着货架上的商品 两眼放光 两块钱真的能买到这些啊 我跟她解释 有的会贵一点 但是都不会超过二十 我话都没说完 就见姜柔手里已经拎了一个玻璃杯 准备去结账 弹幕说出了我的心声 姜柔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快的女人 震惊 这样的购物速度真的会在女孩子身上出现吗 这才对 那个刻薄婆婆根本不配柔柔用心 我立马回过神来 以平生最快的速度扫市货架上的商品 到最后 我选了一个热水袋 十二块 两块钱的是 难不倒我 我只是壮丝不经意的在老板面前走了一圈 她就立马同意给我抹零头了 我在姜柔震惊的目光中喜滋滋的接过袋子 我才是这个世界上最快的女人 弹幕立即一片 哈哈哈哈 笑发财我了 送生这是什么奇奇怪怪的好胜心 只有我好奇老板为什么会答应给他抹零头吗 回楼上 送生身上最起码有五件是这个两元商场里的东西 老客户肯定不在乎这两块钱 别问 问就是经常在这个商场偶遇送生 于是两小时后我就喜提一次热搜 警号送生 两元店常客警号 热搜里有人说我接地气 有人说我太装 我表面上没有任何反应 过了十分钟就立刻发了一张照片 里面是我家里所有的两人商品 不夸张的讲 有三四个行李箱那么多 毕竟 我除了片酬低之外 还常年接不到戏 照片发出后 另一个热搜横空出世 警号送生 好胜心警号 六 回到别墅 所有人都已经聚在了客厅 要展示今天买的东西 婆婆趁人不注意 凑到我身边 满怀期待到 节目组说你给我准备了一个惊喜 你给我买了那块钻表了 是不是 我说亲爱的婆婆呀 我是说过 必要的时候可以牺牲自己来成全你 但是你不能真的让我牺牲啊 我长得像是能拿出680万的人吗 怕她一会儿心理落差太大 我决定继续破外大法 妈 首先我很感谢你能让我买这块表 这说明你觉得我有赚到680万的钱力 我觉得真幸福 毕竟别人家婆婆 肯定没有这么信任他们的儿媳妇 我发誓我很想给你买钻表 但这不是最近经济萧条 口袋里 我拉开口袋让她看 鼻脸都干净 确认婆婆收到了我的暗示 我继续导 而且我觉得送礼物最重要的就是心意 对不对 她显然已经被我绕进去了 点点头 所以啊 我挑礼物的时候是怀着对你最深切的爱 所以什么 我引导她 婆婆前半生可能没有遇到过 有人能将没钱说得如此清新脱俗 所以她毫不犹豫地开口 所以你送什么我都喜欢 我说了口气 这预防针扎得真是妙啊 由于综艺是全程直播 我跟婆婆说的话全都被录上了 弹幕对我表示了敬佩 翻译一下 妈 我没钱 但我希望你喜欢我的礼物 学到了 下次没钱送礼物就这么说 楼上慎重 我前两天实践了 这会儿还在医院躺着 送生的功力无人能比 就是说 有点假 节目组是要将稿式进行到底 他们提前跟婆婆们说 礼物一定会让你们非常满意 导致林兰和李婷看到礼物的时候 直接愣住了 好半天 林兰才回过神 路瞪着姜柔 你给我送杯子 巴不得我早点死 是不是 凶狠程度 让在场的人都毫不怀疑 如果没有摄像机 她一定会一巴掌扇过去 姜柔有些单大的解释 妈 我不知道还有这种说法 她不过是随手挑了一个杯子而已 哪里能想到婆婆会因此震怒 林兰指着姜柔 伸手的时候差点把我眼睛戳下 我赶紧往旁边躲了躲 帮姜柔解释了一句 林阿姨 姜柔的意思是要一辈子对你好 没有诅咒的意思 别想太多 都照她这么能联想 世界上每天都会发生妥协大战 林兰对于我帮姜柔说话 表示很不满意 她拿起桌上的暖水袋 不屑地笑了笑 我说呢 姜柔平时在上部的台面 也不会搞这种东西 原来都是你教的 哎呦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啊 提前被我打过预防针的婆婆 听到林兰挑剔我的礼物 一下就怒了 她一把夺过暖水袋 少用你的脏手碰玩媳妇的礼物 自己不知道满足也就罢了 谁给你这么大的脸来挑剔别人的 你该庆幸你不是我婆婆 不然我一脚给你踹河里 弹幕第一次出现了支持婆婆的声音 苏怀双国民好婆婆 林兰那种老妖婆赶紧躲滚 虽然我不喜欢苏怀双 但她这种想法我赞成 姜柔比林兰那个胡咔儿子多赚好几倍 为什么这么忍气吞声 苏怀双终于做了一次人 被婆婆呛了几句 林兰恶狠狠地瞪了姜柔一眼 说等回去之后再好好收拾她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 重点终于拉回了礼物上 温唐捏着十块钱在商场里逛了几圈 发现什么都买不到 最后决定放弃遵守规则 用自己的私房钱 给李婷买了一个几十万的包包 李婷自然是喜欢的 只是因为不符合游戏规则 被取消排名了 因为我提前对婆婆使用了扑儿大法 所以在镜头对准她时 她满脸骄傲 我儿媳妇送什么我都喜欢 而且她知道我最近胃不舒服 才送我暖水袋 真是太贴心了 黑料女王突然变成了笨蛋美人 网友们表示有点接受不了 苏怀双是不是被扑儿傻了呀 她前几年才因为 朋友送了她不值钱的礼物 跟人家断绝关系 所以新人设是笨蛋美人 别了吧 苏怀双纯纯新鸡女啊 什么叫新鸡 明明是我们颂生厉害 给她哄得一愣一愣的 骂人的请退出 我只想跟着颂生学扑儿大法 我的扑儿大法 不仅帮婆婆挡去了一部分骂名 还意外让我们这对婆媳 成了第一期节目人气最高的一组 七 裴炎川大约是很满意我的表现 当天夜里 她给我打了一千万 转账复言 谢礼 我乐得直接从床上蹦起来了 为了表达我对她最诚挚的谢意 我回复道 老板大气 我会继续努力的 裴炎川没再回复 账户里多了一千万 我兴奋的睡不着觉 于是我坐起来 开始在网络上 跟各位博主学习扑儿大法 只要大法用得好 婆婆喜白没烦恼 哦耶 而且我已经想好了自己的后路 等到喜白裴炎川妈妈成功后 我就宣布退圈 然后拿着赚到的钱 去办一个培训班 用来增进家庭感情 到时候 我一定会赚得盆满钵满 她们后悔骂我 爸 但我没想到的是 第二天的活动 是要投评婆婆和老公的聊天记录 是真的感情好 还是故作奇葩人设 一点都做不了价 这种明显搞事的操作 直接将网友们激怒了 不是 凭啥看别人聊天记录啊 这节目组是不是有病 这么侵犯隐私的操作 他们真的都能忍吗 楼上别太共情 都是拿了钱的 虽然不认同这种操作 但我还真挺好奇的 几波不同的声音 将节目送上热搜 警号婆婆来了 投评聊天记录警号 警号婆婆来了 侵犯隐私警号 而在拍摄现场 姜柔一脸紧张 温唐胸有成竹 我却浑身僵硬 我跟裴岩川本来就是假的 说不定在这个节目之前 婆婆根本都不知道我的存在 万一他们的聊天记录里 透露了我们的计划 我不就得提前退圈了 到时候计划不成功 那我 想到这里 我一个机灵 不行 绝对不能让这种事情发生 温唐看到我跟姜柔的神情 有些得意的笑了笑 主动开口 先看我们的吧 她跟李婷的婆媳关系 是出了名的好 此刻听她这么说 节目组也欣然同意 可以打开聊天界面 温唐唇角的笑意就僵住了 母子俩几百条聊天记录里 没有一条是关于她的 这让她很难接受 李婷神情不变 拍拍温唐的手 这臭小子一向心大 再说咱们俩之间的相处 没有什么让人放心不下的 一句话 就让温唐脸上重新出现了笑意 她抱着李婷的手臂撒娇 对呀 妈脾气这么好 相处多轻松啊 这对婆媳身上 没什么劲爆的话题 节目组立即打开了 我婆婆跟裴延川的聊天记录 我紧张地抱紧了手上的玩偶 万一等会儿被揭穿了 我是不是应该自己 马流滚出节目组 节目组跟我要违约金的话 裴延川会擅心大发 帮我赔钱吗 正在我胡思乱想之际 聊天记录出现了 我预想中的翻车现场 并没有出现 裴延川 妈 帮我照顾好她 苏怀双 没问题 但是儿子 我觉得生生好像很缺钱 你平时不给她钱花吗 苏怀双 忧心忡忡 JPG 姜柔凑到我身边 也遇到 生生 裴大总裁 平时不给你钱花吗 弹幕上也一片 哈哈哈哈 笑受我了 苏怀双 原来我儿媳妇不是骗我 她真的穷 求裴延川心理阴影面积 哈哈哈哈 来自亲妈的疑问 裴延川 讨厌没有边界感的妈妈 节目组趁着热度 将我们一家三口送上热搜 警号送生 很缺钱警号 警号苏怀双 没有我这个家 迟早得散个警号 翻到下一页聊天记录的时候 所有人都笑不出来了 因为裴延川将给我的转账记录 发给了婆婆 就是昨夜那一千万 哪怕是在家里团宠如温堂 都朝我投来了羡慕的目光 生生也太幸福了 弹幕瞬间转变成了 小丑竟是我自己 卧槽一千万 总裁都这么红老婆的吗 朝哪个方向能得到裴延川 和苏怀双这样的老公和婆婆 我扯出一抹比哭还难看的笑容 这明明是我的提成 怎么就变成裴总裁宠妻了 呜呜 心里苦 酒 用我们这一组刷够了热度 制作组开始搞本期最大的事情 他们放出了姜柔婆婆的聊天记录 记录一出现在屏幕上 弹幕炸了 姜柔也炸了 林兰竟然鼓动她儿子去相亲 不仅如此 她还添油加醋地说 姜柔在录节目的时候欺负她 就是为了让网友们骂她 还窜多两人快点去离婚 而姜柔的丈夫成爷 起初还霍心仪式的劝两句 到了后来干脆不回复了 姜柔脸色铁青 直接罢路了 林兰非但不觉得不好意思 甚至还指着她的鼻子骂 你甩什么脸子 我一开始就不同意这门婚事 要不是我儿子喜欢你 你以为你进得了我家的门 骂着骂着 她觉得不解气 还想上手打姜柔 劝架的劝架 搅混水的搅混水 现场乱作一团 婆婆实在烦躁的不行 一把路过林兰 一把年纪了 怎么就不知道要脸呢 你儿子糊成什么样 你心里没数吗 这叫下架 懂吗 怪不得整天胡作非为 原来是跟你学的 有人说他真性情 敢于直言 但成爷的粉丝忍不了了 一股脑涌进综艺直播间 和婆婆的微博 痛骂他没素质 自以为是 有病吧 成爷的实际 跟胡子能沾上边 自己愿意跟儿媳妇演戏 就要求别人也得演试吧 自以为是的人 能不能滚出娱乐圈 苏怀双为啥要插手 别人家的事情 给我嘎 看着成爷的风评 越来越差 团队和粉丝纷纷下场 开始血洗婆婆的广场 更有甚者 还扒出了十年前的一段视频 视频里 裴延川的奶奶 拄着拐杖 艰难地行走 而婆婆站在一边 冷着脸 活像别人欠了他几百万似的 跟这段视频一起发出来的 还有对婆婆的声讨 所以 苏怀双到底在装什么 清清白白大好人 他跟婆婆闹矛盾的时候 就不提了是吗 成爷挡了他的路吗 这么说人家 一息之间 热搜的词条 由警号成爷 不作为警号迅速转变为 警号苏怀双双标警号 一对婆媳罢录 另一对婆媳被骂上热搜 节目是没法录了 节目组让大家先在酒店冷静 其余团队迅速解决 虽然知道婆婆以前被黑的 比这还要惨 但我还是忍不住去看了她 本以为她多少会受点影响 谁知门刚打开 就见她敷着面膜 手边放着壳朵薯片 正在追电视剧 见我进来 她惊了一下 又很快恢复如常 来了 我挪到她身边 问 妈 没事吧 婆婆眼睛都没有从平板上移开 能有什么事 忙忙雨而已 再说了 两天内 我团队肯定能解决 啊 什么时候我也可以拥有 这种神级团队 来得正好 陪我追剧吧 我一个人无聊 我刚想走 就被她叫住 谁让她看的 是我最爱的电视剧呢 我乖乖坐下 十分钟后 房间内热闹起来 我告诉你 这极不好看 这人搞了半天 还是没死 我 妈 她作为一个合格的追剧搭子 不剧透和保持同一节奏 是最基本的 所以这集咱倒回去重看 婆婆有些不满 还没等她说什么 我的肌肉记忆促使我开始 不 你想想 如果跳过这集 后面的剧情接不上 怎么办 我倒也不是一定要重看 就是怕影响你的追剧体验 而且就是说 万一错过了什么伏笔 那可是咱们的损失 婆婆沉默了几秒 果断将进度条拖到了最开始 十 我们追剧到凌晨 在醒来的时候 已经是第二天晚上 刚醒来就得知 节目要恢复拍摄了 我才睡了一天 这是发生了什么呀 向来走在吃瓜第一线的 我表示很不爽 立即拿手机 狂刷两小时微博 这一刷才知道 节目组的两件大事都解决了 第一件 婆婆的团队 发出了完整的录像 发现是婆婆要扶裴岩川的奶奶 可老人家倔强着不让 这样撕了半个小时 婆婆才甩了脸色 伴随着完整视频的 还有几封律师函 蹦答的最欢的几个成爷粉丝 全都被告了 这么一来 没人再敢说什么 第二件 不知道成爷跟姜柔说了什么 姜柔竟然打算不计前嫌 继续将综艺拍下去 网友们对他恨铁不成钢 纷纷祝福他跟成爷所死 刷着这条微博 我忍不住抬头看了一眼一旁的姜柔 见他唇边挂着笑意 我莫名觉得 这事可能没那么简单 节目组也为自己先前的骚操做道歉 打算变更节目形式 给大家一些新的观看体验 直到看到裴岩川站在我面前 我才知道 新的节目形式 就是将丈夫们都喊到节目组 一起录节目 这算什么新形式 对于观众可能是新的观看体验 对于我来说 可就是地狱级体验 我的演技真的没有好到 能跟裴岩川伴恩爱呀 我顶着黑眼圈 站在裴岩川身边 低声问 你怎么来了 分分钟几百万 跑这里来参加综艺 裴岩川疑惑 不是你叫我来的吗 我是嫌自己翻车不够快吗 为了证明自己没撒谎 裴岩川拿了聊天记录给我看 苏怀双 儿子 生生叫你快来 因为这该死的好胜心 正是我身上最优良的品质 我放弃纠结这个话题 转而道 你演技怎么样 万一翻车了 可没人愿意为我花八千万洗白 与其花八千万 还不如就让我这么黑着 至少省钱 裴岩川自信满满 能拿影帝的程度 我 六 十一 节目组开始走起了温情路线 让三个家庭成员 各自为对方做一道菜 让我意外的是 裴岩川和婆婆的厨艺非常精湛 足以与酒店大厨媲美 反光我那好像被雷劈了的蛋 嗨 人总是要有缺点的 虽然给自己打好了预防针 但看到他们俩为难的神色时 我还是小小的难过了一下 可很快 我就没心思难过了 因为节目组说 谁的菜最先被吃完 谁就能拿到第一 我那该死的好胜心又开始作祟了 于是我打算再次动用我的扑鹅大法 这道菜虽然卖相不好 但却饱含着我的爱意 俗话说 用心的一定是最好的 所以味道肯定不会差 还有啊 你们菜做的都那么好 别人肯定会羡慕我的 谁家老公和婆婆这么全能啊 对不对 可是问题是 你们现在有一个致命的缺点 那就是不会由衷夸赞自己的家人 这就不是全能了 我还在输出 就见裴炎川加起一块鸡蛋吃了下去 弹幕又热闹了起来 注意看 这个女人叫小美 此刻她正在扑自己的婆婆和老公 楼上明明是PPT 原来裴炎川这种总裁 也会吃破碗这套吗 哈哈 学会这招 我也能嫁入豪门咯 感谢宋生将自己的毕生绝学 传授给我们 婆婆看着裴炎川的神情 没什么变化 也松懈了下来 可下一秒 她脸色就变了 甜的 已经确定了 这道菜非常难吃 我只能硬着头皮继续道 嗯 这个是我希望 妈以后的日子能够甜甜蜜蜜 裴炎川默不作声地 吃完了一整盘菜 还说好吃 如果我没看到她半夜 趴在马桶上吐的话 可能就真的信了 另一边的姜柔一家 也做好了饭菜 姜柔已经懒得 对他们笑脸相迎 随手拿了冰箱里的咸菜 摆在桌上 成也自幼饭来张口 也根本不会做饭 最后泡了一碗方便面 算是交差 琳兰见姜柔敷衍 又来了火气 可碍于儿子在身边 不敢发作 最后只好做了一大桌子菜 说是全家人一起做的 弹幕直呼爽快 老姚婆快气死了吧 哈哈哈哈 姜柔做得对 饿死这娘俩 不够爽 应该把咸菜扣他们脸上 而温唐一家 还是将团宠路线贯彻到底 母子两个 根本不让她靠近厨房 自己主动做了一桌饭菜 可是也因此 让温唐失去了比赛资格 吃饭时 温唐只能强颜欢笑夸好吃 十二 晚饭后 我们迎来了又一个难题 裴炎川来了 为了不穿帮 我得跟他睡一个房间 此刻 我充满希望的看着裴炎川 希望他能发动超能力 让节目组把我们俩分开 可裴炎川却一脸严肃 有钱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 我们不能随时随地 依靠超能力 而且酒店房间满了 呵呵 你拿八千万砸我的时候 可不是这么说的 我心里吐槽着 面上却笑一宁 你说的真是太有道理了 可是我的床也满了 你只能睡地下咯 裴炎川看了我几秒 薄唇一鲜 不信 哼 由不得你不信 我掀开被子 原本属于他的那一半 都被我的玩偶占满了 裴炎川 你为什么不能让娃娃睡地下 为什么 当然是因为这都是我下午 刚从商场买来的 如此珍贵 怎么可能让他们睡地下 听完我的理由 裴炎川整个人都沉默了 好半天 他才开口 可我存了心要为难他 冲他晃了晃手指 不行哦 嘴上这么说着 我心底疯狂咆哮 快拿钱砸我 不知裴炎川 是不是听到了我的心声 下一秒便拿起手机 给我转了一笔钱 我直接两眼放光 别说是让他睡床了 睡天花板都行 不过 我还是好心提醒了裴炎川一句 我睡觉不是很老实 你小心点 毕竟我每天醒来 身边的娃娃都在地上 我怕裴炎川 万一被我伤着了 我赔不起 但不妙的是 第二天醒来的时候 我在裴炎川怀里 准确来说 是我将他当成了抱枕 不肯撒手 看清楚 我抱着的是裴炎川后 我差点弹到墙上 我没做什么吧 裴炎川眉眼含笑 就是做了跟上次差不多的事情 我瞪大眼睛 上次为了应付婆婆 我住在了裴炎川家里 然后半夜梦游 强吻了她 从那次之后 我睡觉都锁门 就是怕自己 在无意识的状态下犯错 可这次 我对着裴炎川双手合十 深深地拘了一躬 对不起 裴炎川没说话 只沉默地穿着衣服 就在我坚持不住 要起身的时候 裴炎川终于动了 她往外走的时候 摸了摸我的头 没关系 允许你有下次 我瞳孔地震 裴炎川疯了吧 我们可是金钱交易的关系 我坐在客厅沙发上的时候 脑子里还在思索 裴炎川抽了什么疯 结婚都两年了 她突然发现 我魅力无限了 没道理啊 我正在思索 今天的安排出来了 这次是夫妻间的活动 就是两人要查看 对方给自己的备注 三个女生在一个房间 三个男人在另一个房间 备注被投屏在墙上 承野给姜柔的备注 是简单的老婆二字 温唐老公给他的备注 是亲亲宝贝 而轮到裴炎川的时候 我正住了 他给我的备注是 超级VIP 姜柔和温唐直呼会完 姜柔见我愣着 还主动解释 意思是 你永远是他最重要的人 我明白这是什么意思 因为我给裴炎川的备注 也是这个 下一秒 我们房间的门被打开 裴炎川朝我走来 一把将我抱在怀里 摄像机对着我们猛拍 13 回到房间 我问裴炎川 为什么会这样给我备注 因为我一直以为 是我在单方面暗恋他 我跟裴炎川是大学同学 同一个社团的 平时总会一起组织活动 一起做汇报 我其实从那个时候就喜欢他 但是没敢说出来 裴炎川早就说过 他大学毕业后可能会出国 我又不是一个 能接受异地恋的人 所以就一直埋在心底 后来毕业了 我一头扎进了娱乐圈 也没关注裴炎川的近况 直到我被忽悠着 欠了黑心公司 不仅没戏拍 还在解约的时候 欠了好多违约金 裴炎川就是这个时候出现的 他说要帮我还清债务 条件是结婚 理由是需要我帮一个忙 可我等啊等 始终没等到他开口 他不开口 我也不好意思提离婚 直到两年后 他提出让我跟婆婆一起 上婆媳综艺 当他洗白 裴炎川看了我一眼 突然开始打直球 当然是因为我也喜欢你 不然我大可以替你还了债务之后 是因为我不知道你喜欢我呀 我要是早知道的话 两年过去 咱俩孩子最起码要满周岁了吧 过于直白了亲 但是不可否认 是一个很值得相信的理由 因为我也是 暗恋突然成了双向奔赴 我有些别扭 只好不停地找话题 那你让我上综艺 是真的为了给妈洗白 裴炎川一顺不顺地盯着我 如果我真有事让你帮忙 那大概是让你爱上我 看出来了 你小子是第一次跟人表白 反正我是有点受不了 我借着追剧的名义 逃去了婆婆房间 顺便让她给我分析 婆婆磕着瓜子 邪腻了我一眼 她这么跟你说的 我老老实实地点点头 哼 这臭小子 明明是我看她暗恋的费劲 让她把咱们俩塞进综艺 我好给你们制造机会 不然老娘在娱乐圈 混了这么多年 要洗白为什么不早点 非要黄土埋半截了才开始 她大学的时候就跟我说 有喜欢的姑娘 但是人家好像有男朋友 所以没敢去表白 她顿了顿 皱着眉头看我 你有男朋友还暗恋她 我捂着额头 真是服了 后来实在没办法了 才跟她说我有男朋友了 一句话断送了自己四五年的姻缘 我恨啊 婆婆听了 直接翻了好大一个白眼 我怎么有个这么傻的儿子 我蒙点头 对呀 她当时怎么不来问我 婆婆补刀 你也不怎么聪明 我 算了 我还是回房间吧 回到房间 裴延川已经在等我了 她脸上挂着笑 她拍身边的位置 快来 我一想起 因为我们俩扭捏 浪费了那么长时间 我就气得牙痒痒 于是这次我决定生猛一点 我将外套一脱 脱鞋一甩 朝裴延川飞扑了过去 我来了 十四 我本来还对婆媳综艺 变成了我跟裴延川的秀恩爱综艺 有点过意不去 但第二天醒来就听说 姜柔宣布跟承野离婚 还将林兰多年来对她的诽谤 整理出了证据 将林兰给告了 她告赢了 而且承野之前在节目的一些暗箱操作 也被曝光 母子俩的名声一下子跌落谷底 一下子背上了大笔违约金 又没了姜柔这个主要收入来源 母子俩的生活变得用惨字形容不了 出了这样的事情 综艺肯定不可能继续拍摄下去 于是裴延川大笔一挥 给节目注了资金 将节目变成了 我跟她的蜜月旅行记录 嗯 就财大气粗 而婆婆确定 我跟裴延川已经敞开心扉后 让我坑裴延川的钱给她买赞表 要我的钱不行 但是要裴延川的钱 我可以 于是当天夜里 我端着果盘 走向书桌前的裴延川 裴延川连头都没抬 妈让你来的 我N了一声 裴延川顺势将我揽进怀里 不买 那块表跟上一次买的比起来 也就差了几颗钻而已 一听她说不买 我急了 我都答应婆婆了 她不答应 这不是挑起婆媳矛盾吗 我集中生智 其实我觉得妈说的对 总是有不一样的 不买回来 怎么知道哪里不一样 还有啊 你只要花一点点钱 就能让我跟妈的关系更好 多划算 作为合格的儿子和丈夫 你是不是应该为我们的关系 做出一点努力 裴延川似笑非笑地看着我 宝贝 这招只对妈管用 我有些沮丧 看来还是我的脱厄功力不够 于是我默默站起身 朝外面走 算了 你就让妈讨厌我好了 到时候 她让咱俩离婚 不让咱们生仔 你再找一个蛮好的 这事可太严重了 裴延川一把拉住我 另一只手刷刷写下一张支票 买买买 买两个 你跟妈一人一个 我得意一笑 扭头亲了裴延川一下 鉴于你对婆媳关系的 突出贡献 给予特别奖励 后来 裴延川不让我走了 在裴延川的努力下 她终于把自己变成了坠序 婆婆出去拍戏 回来都只给我一个人 带礼物的 这件事情被传出去之后 裴延川第一次单独上热搜 警号裴延川 我怎么变坠序了 警号 我问裴大总裁有何感想 她逆了我一眼 发了条微博 聪明男人的选择 晚安